我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那個通告叫我要找粉紅色的 要穿粉紅色的衣服 就是粉色系粉藍粉紅粉紫都可以 然後我就發現我真的有非常多粉色的東西 而且我今天一個不小心就穿了粉紅色的T恤 謝謝田如 從笑笑貓開始他就是粉紫色的 然後剛剛我們的化妝師就發現 我的袋袋裡面也是桃紅色的 然後呢我的化妝包 然後我的手機 粉紅色的 還有我的 因為錢包是人家送我的 所以我沒有不是粉紅色的 那為什麼人家沒有送你粉紅色的 通常是我自己買的才會是粉紅色的 然後鏡子粉紅色的 然後還有什麼鑰匙圈粉藍色的是學寶 然後還有什麼 我的相機盒在那裡也是粉紅色的 而且是兔兔很可愛 然後還有還有剩下的東西沒帶 其實我的相機本來也是粉紅色的 可是因為它當機了壞掉 所以就變白色 然後鏡完了 好空虛喔 怎麼會這麼空虛 空虛寂寞覺得冷 真的 好空虛喔 太空虛了 就是正常都知道 因為今天我們要當婚禮主持人嘛 然後又是一個很ㄎㄧㄤ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這群人是搞笑的 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愛情放在頭上 這邊感謝我的粉絲 那一位是哪一位粉絲呢 昨天我帶粉絲人辦一個活動 還要看一下 對 就是跟他們講說 看你覺得達琳可以綁什麼髮型 你可以留圖片給我 然後 不好意思喔 其實這樣也很可愛耶 就一顆泡芙 一顆泡芙 一顆泡芙啊 然後呢 就有粉絲留了這一個髮型給我 真的很可愛 好 講正 所以我緊張你捏 來出 完成你的願望 謝謝管若晴 好不好 我就綁了一個愛心頭 好可愛喔 好 然後現在呢我們就偷拍 愛心頭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來破解它 以後大家在家就可以自己試看看喔 但是如果你綁得不好 聯絡電話在這裡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這位 髮型師 他還以為幫你兼化妝喔 預約專線 空八空空 空八空空 空空空空 好弱喔 對方在你說你很可愛 那你還不回答 那你還不回答 就很沒理喔 但有個問題 怎麼樣 如果對方是真的假的說你很可愛的話呢 就打妹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在日本通常就說只要 日本的可愛怎麼講話 可愛 可愛 所以 因為通常是 找不到你身上有任何可以值得可愛的地方 才會說可愛 可是沒有 可是我看日本的綜藝節目 他們很喜歡 就看到什麼 他們都說可愛 因為 沒有別的心中癡啊 來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剛剛呢 那個 我們的攝影師 他就誇獎我說 我今天非常可愛 你們看我是不是很可愛 然後我就一邊被告 然後一邊說 我也覺得 然後他們就一片 靜默了一下 笑了一下 他們說怎麼會有人這樣回答 那不然咧 我開放給大家 如果今天有人說 哇你好可愛喔 你會回答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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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喝 呃喝 超沒禮貌的 謝謝可以啊 謝謝喔 不會啊 就我也覺得 謝謝比我覺得 我也覺得才 也沒有到很禮貌啊 很禮貌啊 所以你要說謝謝才對啊 我附和你耶 一般是說謝謝 一般都會說謝謝 怎麼樣 我就是要說我也覺得 你再誇獎我一次 我不想要 為什麼每次錄影 你就不誇獎我 然後私下你就一直誇獎我 你這人也真奇怪 你這人 這叫傲嬌啊 真的啊 你一樣誇獎 你這在鏡頭前面誇獎 來現在給你誇獎 來時間交給你 麥克風交給你 說 好我說都不要說 都不要說都不要說 欸問題 你這麼直接 來演出的話 就會變成就是說 我也以為是罵人 傲嬌 傲嬌他其實是 一個個性 他是 他說 例如他就會講一個 他會有固定的開始出現 就是 好啦因為今天我當那個婚禮主持人 就是會講很多話 但其實都是我平常講的話 比如說 逼大家先到我的粉絲團幫我按讚 哈哈哈哈 好強 好了 我要知道 我應該怎麼行 有點罵人 不是 時間浪費在我身上 我希望我是那種 對啊 是說 我速度好快就過去吧 我是一個 professional act 不是 他會說 我英文很好 你英文很好 應該沒有很好 他是很專業的 英文 這我也聽得懂 我今天不夠 你跟他去吧 你跟他去吧 然後 你跟他去吧 你跟他去吧 是嗎 對 好嬌 對 大概都會這種個性的態勢 過陣子不知道去上那個 然後他們講話的語氣 他就會變成 就是說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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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日文的 按摩 按摩 對 他就會最後的 他就會變 我 我其實也沒有很餓啦 但因為我上次也很客人 所以已經是兩個人 去吃吧 坐坐 對啊 好我趕快背景 然後前面就會說 就看你也沒吃東西